我们一喝了水,它就不敢动了 看看,这个是螺 刚刚我看见贼小的 有一批都是蟹的 全是螺,刚刚找到一只小蟹子 这里有很多小洞,小洞里有东西 刚刚吐口水在这 活的,这个是活的 能吃不? 这可以吃的 就是它在偷东西 找这小孔的 这里又有一个 我来挖一个 一挖一个准 看到一只 这脚在这 一群螺里面 带回去洋洋看 正常我动了一下 蟹还是螺 一挖一个 你抓上来 这就可以 一般附近会有好几个 咱们两个 咱们两个宝 一边两个人 这还有一个 这有一个 四个 我去拿一个宝宝小筒 灌点水 我要接一下它的小筒 不用太多的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都是啊 这里三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是螺 又是三个 这个也在跑命啊 这个也在逃避 快一看跑了多快 刚刚还在伪装 这里也是一个 这都是啊 这几个都是啊 哇 这一窝全是 这个也在跑路 这一窝全是 这个也在跑路 这一窝全是 我们 我们进入他们 这全是 全是 你看一个小 拳子 都暴露了 哎呀 老公 要生虚了 别给他 别给他 那可不好吃 都在跑路 快一看呀 各种尺寸 一抓一把 哇 这么多 全都是 会不会把你的海缸给 给他们另开一缸 另开一缸 鸡菊蟹缸 抓着玩人有影啊 停下来啊 这些鸡菊蟹看起来 跟我们买的那些热带的鸡菊蟹 没什么两样 除了腿上猫长一点以外 看上去基本上是一样的 哈喽大家 我是今天 刚刚去鱼店逛了一圈 然后他们 昨天刚有新的鱼进来 所以我挑了三条还是不错的鱼 而且都是之前鱼友们在那个 我们购鱼清单上面提出来 想要看我养的鱼 那今天我就把它们给弄了回来 能看出来是什么吗 还有一条这个 这三条鱼品箱都是算不错的 他们同样的鱼大概有十条左右 然后这几条都是在各自品种当中 我挑的算是比较好看的 那我先给他们过一下温 然后一会我们再来打开袋子 看个清楚 前两天在这装了一个灯 这样的话我们底下就要稍微明亮一些 卷子机的这个纸快用完了 两个月差不多 如果我们放了卷新的纸 我感觉可以用的更久一些 因为这个前面一大部分 都是因为我们新钢 新钢开钢之后 里面有很多的沙子和灰尘 然后浪费了挺多的 所以现在系统是比较干净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一卷只能用两个多月 先戴上滤镜给大家看一下吧 前段时间又买了不少的珊瑚 基本上都是硬骨 可以看一下这边几个都是新买的 包围着侧面 现在因为我们天还没有完全黑 所以拍出来可能显的颜色 跟肉眼看到的还是有一点差别 这里也有一个生水的硬骨 那目前来看这个 这个叫海柳是吧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它的触手不是24小时生出来 然后你看到后面那个金色的蘑菇也是 我从下面小刚拿上来了 包括这里一些LPS都从小刚拿上来 然后小刚下面的金刚狼和这个 彩色的Charlis 彩色的Charlis稍微有一点不大好的状态啊 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不是特别的鲜艳 有一些发白 那我把它从下面拿到上面来看一下 然后这里是一个Sunset Mini 也是前段时间刚买的 这上面也有四个硬骨 加上一个瓦片一共五个 然后最近发现这个迪士尼的颜色状态回来了 然后它的触手还是出的非常不错 现在这个相机拍不出它的金黄色 但是肉眼看的话已经颜色好了很多 火柴就不用说了 火柴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样的水流我觉得对火柴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水流状态 没有特别激烈 而且也不会特别的平稳 而且会有一些左右的这种乱流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些榔头也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让我们担心过 这些榔头的状态也很好 这个石头上也已经基本上放了好多新买的硬骨了 现在我们手机不能抓到它的真实颜色 但这一个上面黄色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但手机拍上去有点暗 同时这块石头我可能之后要往后边移一些 因为我们上面的灯上面的灯可能只有两个Radeon 能完全照射到这块石头 所以这块石头的趴子不是很高 所以把它往后靠一点 这样这边上面的灯也能有一个光 给它做一个补充 这三台鱼还是相当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Rade Scooter 红色小摩托 这条鱼是一条公鱼 所以它背起很长 它背起长 撑开来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我们买了一条五彩青蛙 这也是一条公鱼 还买了一个医生鱼 这条鱼头顶有一些黄色 也是很漂亮 猫过来 过来 来看小鱼 来来来来来 过来看这里面 这是什么呀 快来看 快来看 好漂亮啊 狗哥来看了 哎呀狗哥 狗哥看不懂 又买了一只 对呀 这个鱼我们之前有一条 养了三年吧 后来跳出缸 死掉了 又养了一只普通话 这个红色叫什么 Rade Scooter 红色小摩托 它们两个差不多的都是 但这个很漂亮 哎 爸爸 这鱼小鱼 从小培养我们 这个叫Mandarin Mandarin 这个叫 好吧 这个叫clean the rice 中文叫一生鱼 对一生鱼 你不要塞嘴里 爸爸去洗手吧 又不让人碰 去洗手吧 咦 这一生鱼这就干活了 我先 他对这个青蛙身上很感兴趣啊 找找有没有小东西吃 不错不错 没有看走影 找了一个勤奋的小一生鱼 最后一个小摩托 小摩托弹跳力有点高啊 这个小摩托听说能跳出缸 非常的厉害 那么小心一点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钢有一个这个 拉筋 所以应该能减少它们跳出来的几率 今天我们过去还看到了好多条三间火箭 但是这些鱼都昨天刚到店 所以今天让他们也投喂了一下冰冻的这些食物 没有一个鱼感兴趣 那我就没有买 等下次有机会找到开口的 我们再买一条回来试试看 然后今天还看到了几条鸡心钓 但是价格有点感人啊 490多好像 将近500块钱 所以我也没有下手 今天买的鱼呢 都是普遍非常便宜的 像这条一生鱼才19块钱 然后那条青蛙大概是20多吧 然后最贵的是这个红色的小摩托 大概是55块钱 所以三条鱼加起来一共才100块钱 那这个是一个不错的deal 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更新一下 这个刚刚这两天的状态 因为上个礼拜没有怎么更新 我在忙一个工程 所以最近有点时间给大家补交功课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云养鱼吧 最后大家别忘了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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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